您看过682克拉的蓝宝石吗 家住在屏东的一名杨姓老翁 十年前他在他开的越南矿场 挖到了有682.25克拉的蓝宝石 而在最近老翁因为缺钱想卖 和一名王姓友人一起到高雄市的珠宝店来变卖 没有想到因为太大颗了 没有业者敢收 还被同行的王姓友人借机偷走 这颗跟鸡蛋一样大的蓝宝石 有682.25克拉重 是72岁的杨姓老翁 十年前在越南矿场采集到的 最近想卖鱼市和王姓友人 到高雄市巴德路找业者来建价收购 却因为太大颗了 没人敢收 最后竟然被王姓男子调包偷走 以行情价一克拉6500块美金来换算 但这颗蓝宝石的身价起码要上亿元 老翁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索性警方很快就找到王姓男子 他没有一定的价格 他并不是像我们的黄金啊 钻石一样 然后第二 他真的 如果真的有那个价格的话 也没有人能够收购下来 表演是说这颗要一亿多元 这颗罕见的蓝宝石 能够失而复得老翁相当开心 也表示如果有人愿意来收购 还是想卖 以免老师提心吊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